賴清德不好帥 玄鎮鬧數九天 民進黨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一整天狂掃桃園 不只總統拼勝 重點也是要拉抬自家小雞 我做過行政的議長 也接受這位立法委員的資訊 我的真清楚感受就是 哪個委員是專業的委員 哪個委員有為典的建設 就清楚的委員 鄭運鵬 都是最好的立法委員 就算有點鼻音 也還是要繼續拼 同一天下午賴清德肝場 輔選黃世傑 請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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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小女孩綁著沖天炮 抱著乃瓶跟賴清德合照 模樣超可愛 有年男人還要給他挑一挑嗎 他在幾胎 幾胎 第四胎 所以政府給他多少錢 啊 七千塊錢 人出政績輔選證明政府照顧人民 一天下來五個行程都在桃園 畢竟基本盤藍大於綠 除了熟住既有立委席次 也要拼翻轉 不絕來清德四號鎖定桃園 隔天蕭美琴接棒 也在桃園車隊小街跟辦座談會 六號加上蔡英文三巨頭大造勢 七號賴清德還會再來桃園 出席新住民後援會 全力守住桃園選旗 民進黨有兩席 另外一席是五黨席 國民黨佔有三席 其實民進黨所擁有的席 是或是五黨席的這一席 對台灣來講都至關重要 選民結構上面 也並沒有很明顯的優勢 所以其實每一四年的立委選舉 對我們來說這都是重重之重 嚴防選情拉緊報 賴清德蕭美琴 加上最強助選員蔡英文 輪翻上陣助攻 不僅衝刺總統大選 也替立委小姬選情加溫 蔡英選陳軍的朱世軍 蔡英選 蔡英選